首先我们现在来观看一下 假设我今天我想要去从网路上抓资料 从网路上去抓这个实价资料的话 那第一件事情我当然是打开我的浏览器 例如说Chrome 然后各位应该都知道我们有一个开放平台 开放平台 例如说假设一刚开始我们到的是Chrome的首页 Google公司的首页 然后接下来我就直接在搜寻引擎这边输入开放资料 那为什么是打开放资料 因为这是政府机关他从他拿到民众的资料 然后经过去个资之后 他把这些资料释放出来 释放出来他就认为这是一种开放 好 那所以相对的这些资料都叫开放资料 里面没有个资 举例来说我们买卖房子 买卖房子 那当然就不会有什么姓名 还有身份证在上面 可是呢他可以公告什么 他可以公告这间房子 这间房子卖了多少钱 好 这是可以公告出来的 所以这就叫 这就叫开放资料 那在开放资料里面 我们当然去找的是这一个 我们当然去找的是这一个 那你一定会说怎么会桃园市政府资料开放平台 会放在政府资料开放平台的前面呢 代表说最近这个 因为各县市政府甚至中央单位 他们都在做开放资料 所以桃园市政府 他也把他的资料开放出来 所以在搜寻程度上面来说 桃园市政府最近的搜寻热度应该是比政府的资料来得多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这一台电脑 这一台电脑使用的频率 好 那我们当时要点政府资料开放平台 当然你也可以到桃园市里面去找 我只是要告诉你 其实中央搜集的资料会更多 更广 更全 那接下来在这个地方 当然我就是输入地震 其实应该要输入什么名称 我想要去直接输入这个公告限职 好吧 直接输入公告限职 然后我要找的是杨梅 所以这边我就直接输入杨梅 控育格公告限职 然后接下来呢 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去看一下 这边是不是有105年土地公告限职 对吧 这个资料 这是105年的资料 所以点一下它 你可以去做这个资料的检视 因为这边资料下载网址在这里 它有CSV档案检视资料 然后接下来资料下载网址在这里 这是105年的资料 好 那就麻烦请放在下载里面 可以吗 这样就完成了下载 因为我刚刚已经下载了 好 那我希望你们尽可能的多下载几个 例如说在这个地方有105年 那也有102年 有看到 102年 点它 然后接下来在这边 资料下载网址 检视资料 下载 这样应该没有问题 102年 我也下载下来了 102年 可以吗 我只要让你们感受一下 等一下我会建议你们直接去我的网路上去抓 整个抓下来 但是我也没办法抓得很全面 我只是告诉你 我下载了100年 101年 102年 105年 106年 106年 好像还有一个108年 可以吗 请你们先坐到这边 学会下载那个开放资料 至少抓三个 三个 请问一下 你们有没有把这很多年的 杨梅的公告限制全部都下载下来 好 等一下我们 等一下我把这个资料放在一个指定资料下 可是它有一个特色 每一年的栏位名称要统一 每一年的栏位名称要统一 例如说我们打开100年 它的栏位名称行政区断小断 这叫断小断 好 那第一号公告限制公告地价 那我们来看第二个档案 它栏位名称不能变 它就必须要叫行政区断小断地号 公告限制公告地价 这边还没有公告地价 好 那再接下来102年 它的栏位名称就算没有资料 它还是要有那个栏位名称 好 这样可以了解 断小断 第一号公告限制公告地价 好 那还有顺序能不能颠倒 不行 栏位名称都要一模一样了 那当然先后顺序不能 不可以颠倒 好 这是它这边的限制 所以这里要请各位注意一下 好了 那各位应该 我还是把它放在那个网路上 供各位去下载下来 如果你没有下载好 你就抠我的资料 我先把它放到网路平台上 麻烦请各位 请各位到这个打开Chrome 因为去下载 如果说速度有点慢的话 那我们就先到我的教学平台去下载 我的教学平台 范例讲义 我都放在这个地方 https写号 写线写线 go.gl 写线 ytz rft 注意这个r跟t要大写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就输入 https写号 写线写线 go.gl 斜线 ytz 大写的r xt 然后请点一下enter键 各位要找对哦 各位要找到今天 应该说是上个礼拜 是 上个礼拜我们上课 用POW BI做大数据分析 范例下载 点到这个范例下载之后呢 你分别把100年 阳眉公告限制 抓下来 101年 阳眉区公告限制 意思类推 好不好 全部都把它抓下来 怎么抓下来就点一下它 它就会下载下来了 就跟刚刚你下载的位置是一模一样的 可以了解哦 所以就麻烦 如果说你还缺哪一年资料 就麻烦你下载下来 好 来 画面就用一下了 各位 当我今天我从网路上好不容易取得资料 我总共取得了民国100年到了107年 这每一年阳眉区的公告递价 那这些资料呢 我们要做资料分析之前 我们要先做一件事情 做什么事情 例如说我们现在打开100年的资料 你要去做资料分析 你要对100年做分析 然后你要对101年做资料分析 那所以我们会做什么事情 我们就会想办法把101年从第一笔的记录 这边整个复制起来 复制完毕之后到最后一笔 对不对 到最后一笔 然后接下来呢 把它怎么样 整个复制 整个复制 然后贴到哪里去 贴到100年 那个资料底下 贴到这最下面 贴到这下面 贴到这下面 可以 可以吧 然后101年 这样做完 再做102年 一样把那里面说的记录内容 复制 然后再贴过来 103年复制 然后贴到100年的最下面 然后最后是不是变成一个 从100年开始 一直到什么 107年每年的资料都在一个档案里面 我们针对这个档案来做资料分析 对吧 以前我们的做法一定是这样 你不可能说我只要分析100年的资料就好了 或者是我单独针对这七个档案 我就分析成七张表 不可能是这样 如果长官他想要看 那个改变的趋势呢 理论上 理论上这个公告地价的限值 会不会改变 请问这个公告限值会改变吗 公告地价的值会改变吗 应该会嘛 那既然会 我们就想要去看这个成长的趋势 或者是变化 所以相对的 相对的 我们该怎么做呢 这个时候千万注意一下 我们就用以色谣的VBA 想办法去做资料合并 那我们现在呢 有了这个Power BI之后呢 我们请注意 不需要这么麻烦 我们就把这些档案 全部都关掉了 好 你们应该要做的是这件事情 把它放在一个指定的资料夹 刚刚是不是下载下来的档案 就在自己的 刚刚下载下来 你就打开资料夹 然后接下来这边 是不是有一个下载 下载里面 是不是就有刚刚下载的内容 建议在这个地方 我们新增一个资料夹 例如说我现在叫 阳眉公告限制 然后接下来把刚刚那些资料 全部都放进来 可以吗 就是把这些档案 全部放在一个 专属的资料夹里面 好 请我们现在动手做这件事 现在做的这件事情 也就是叫资料整理 资料整理 还要特别请注意 栏位名称一定要一样 不可以有任何一个差错 或者是顺序的不一致 反正通通都要一模一样就对了 因为等一下 刚好我顺便讲一下 那如果万一你取得104年 没关系 我就只要把104年的这个资料 放到的指定资料夹就好了 这正是一件 就是所有图 你该画的图就全部画出来 好了 那我们现在就来观看一下 您看一下 第一件事情 我们是不是要打开Power BI Power BI的第一件事情 是不是要去取得资料 应该在你的桌面上 是不是会有一个Power BI Desktop 记住 Power BI Desktop它是什么 桌上行 桌机 桌机 那桌机它就有编辑权 如果你今天下载的是Power BI Mobile 那你就只有观看权 也就只能观看 不可以编辑 好快速点两下 是不是就可以打开Power BI 打开Power BI 第一件事情要做的是什么 常用底下的取得资料 那我刚刚的资料放在什么地方 我刚刚的资料放在资料夹里面 那些虽然都是CSV 那些档案通通都是CSV 但是你不能选CSV 你要选择的是资料夹 所以请到其他 其他里面 然后请稍微注意一下 你看我现在 我现在这里面有全部 那就包含所有所有的资料 甚至请注意一下 我们在全部里面 我们看一下全部好了 全部里面当然可以打开Excel XML JSON PDF PDF有看到吗 新功能 今年9月才出来的新功能 PDF它会自动帮我辨识 一份文件中的表格 PDF文件里面的表格 这是请各位注意的 然后接下来呢 在这个地方 还要特别请各位注意观看的 像例如说 现在有很多人分析资料 他会希望去找到 例如说社群软体 像那个就网站分析的GA 或者是脸书的资料 来去做资料分析 好脸书 那其中还有就是跟资料库的连结 我想这应该都没有问题 但是更重要的是 跟云端云端 文软公司的云端Azure 这个各位可能就要知道 Google公司配合的云端Suite 那就跟这边不太一样 只是牌子不一样 中华电信也有中华云 反正它可以直接结合到云端 文软的云端叫Azure 提供该门参考一下 那我现在重点是要跟各位分享的是 资料夹 资料夹它放在其他或者是档案里面 有看到资料夹哦 因为变成我只要连到一个指定资料夹 接下来他就要自动帮我把那些档案全部都复制贴上 复制贴上 这叫合并 合并分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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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种是往右边斩的合并 这叫关联 这叫跨资料表的关联建立好 这叫cross join 这里要请注意 还有一种合并是上下 上下 例如说100年的阳美公告地价 101年公告地价 102年公告地价 这叫上下的合并 可以吗 上下 例如说我搬家搬到他 搬到秘书的家隔壁 这叫做cross join 这样可以了解 还有我搬到他的楼上 楼上上下 上下楼的关系 这样可以了解 这个合并是我们比较经常会做的 因为我说大数据分析要一直 经过时间的推移 就一直增加资料进去 我们现在做的就是上下的增加资料 就很单纯的合并是指增加资料 是指上下的增加资料 好 它不是交互的join 它是上下 算是increase的join 然后接下来我们来去看一下 点选 点选取得资料 其他 然后请点档案 请点这个档案 当然在其他里面也有了 好 或全部里面也有 但是他正确放这位置是档案底下的资料夹 这个意思就是说当你资料非常多的时候 例如说一月一个档案 那12个月是不是有12个档案 三年的资料就有36个档案 好 然后接下来我们点选连接 然后接下来你是不是要告诉他 我的资料夹的路径 所以点选浏览 点了浏览之后呢 我们就要去找 我刚刚的资料是放在文件 应该说在电脑的 c叠的 文使用者 我们家的下载 在管理者吗 还是媒体贵 在管理者 好 管理者的下载 然后这边是有一个扬眉公告限制 要选对 在administrator 在管理者底下 管理者底下 一般我们都是放在 如果你的是家里的单机 我们就放在那个媒体贵这边 就会看到 所以点选administrator 底下的下载 底下的扬眉公告限制 然后点选确定 然后点选确定 我们只选资料夹 选到资料夹之后 他就会说 这里面有好多个档案 你看这边是不是选到了 有100年 101年 102年 103 105 106 107 有看到 那这些档案呢 要不要全部都合并 本来我们是不是都是点载入 因为你只有一个档案 是不是就直接载入进来 可是你现在不是一个档案 现在是好多个档案 是不是要先合并再载入 所以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合并 合并并展入 好 点选合并并展入 这样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把 那个资料夹的资料 全部都载入进来 然后请注意一下 现在有没有看到乱码 没有看到乱码 我们就可以直接点确定 如果有看到乱码 请在这个地方 范例档案这边 要去 请在档案原点这边 要去做调整 所有从网路上 请注意哦 请注意 繁体中文 如果您是从网路上下载下来的 繁体中文档案 全部的网页编码格式 都是UTF-8 好 那请问你 繁体中文只限我们台湾使用 对不对 请问你如果到大陆去的话 它就不是UTF-8 你到美国去 这边就不是UTF-8 如果你今天抓的是 英国的资料 英国的资料 那对不起 这边就不是UTF-8 那至于是什么 请你上网问Google大神 可以理解我的意思吗 就是问 就是问 例如说 假设大陆的那个网页 档案原点 其实我们一般 我们台湾叫编码模式 编码模式可以听懂吗 我觉得编码模式 我们比较容易懂 我们的桌机都是用大5码 有听过大5码 对不对 可是如果你从网路上的编码模式 它是UTF-8 就只有这两种 单击是大5码 Big 5 好 然后接下来我们 因为没有看到乱码 所以我们就可以直接点确定 如果有看到乱码 一定是这个地方乱了 举例来说 假设我现在我随便选一个 这一个好了 你看到可能 这还是正确的 反正就有可能会看到是乱码 我也不用举这个例子 反正你到时候看到乱码 记得就是把这个地方 档案原点改成UTF-8 这个65001 unicodeutf-8 确定 这是另外一种 另外一种就是说 档案合并的方式 如果万一你有300个档案 千万别做复制贴上 只要做 而且拿Power BI来去做 资料的合并 你是不是可以节省 好多好多时间 好 你看 是不是整个合并之后 变成这样子 可是我要请你们 稍微注意一下 它会多增加一个栏位 多增加哪一个栏位 SowsName 这边是不是会有103年的 102年 101年 100年的 对不对 这个SowsName 为什么一定要增加进去 你不增加的话 是不是都变成 都是扬眉区了 它就不知道 是哪一个档案来的扬眉区 所以它就会多增加一个栏位 好 这样大概可以知道 我现在所讲的意思 你只要做 取得资料 其他 然后找档案里面的 资料夹 您就可以快速的去找到 就把所有的档案都合并起来 你要去看一下这样子的资料 我们是不是没有时间资料 你就不能做连续型分析 但是我们档案名称里面 是不是有时间的资料 有103年 我建议各位 我们不要用民国来计算 会比较好 最好是改成西元 因为民国他根本就不认识 这是什么 就是他不知道那是时间 例如说民国103年 所以建议资料 最好都是统一用西元 纪年会比较好 在做资料分析上面 那我们现在就来观看一下 画面就用一下 假设我现在呢 假设我想要画第一张 因为这里面的资料 有的有公告递价 有的没有公告递价 好 所以呢 我在这个地方 我就以公告限制来画好了 公告限制 我想要知道就是说 那个平均公告限制 看看他 我们先想象一下 您觉得这个 100年 101年 102年 一此类推 他的 他的这个 顺序 他的 如果我想办法 让他排顺序 他的公告限制 应该是会 平均往上增加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子 好 那我们就来画画看这条线 不过我们现在先不用线 不用折线图来画 我们先用这个 群组直条图来画 首先第一个是什么 第一个是不是 Soul's name Soul's name 我这里面是不是有 100年 101年 一此类推 然后他的一个公告限制 那这个公告限制 这个公告限制 我们应该要用的是 平均值 平均值会比较好一点 平均 那你去看一下 他有没有按照我们理想的顺序 例如说这是105年 我先把这个字稍微放大一点 这个稍微放大一点 例如说X轴 字变大一点 请问这是不是105年 106年 107年 103年 102年 101年 100年 那我可不可以按照 按照这个名称来去放 好 所以 怎么样去调整它的顺序 这边有一个点点 然后这边是不是有一个排序依据 您觉得要依照什么 soul's name 还是公告限制的平均 当然是soul's name 然后是递真 递真 我们看那个连续性 都是按照时间从旧的排到新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是用地 增 100年 101 102 103 105 106 107 所以有没有看到说 以平均 每一年的那个公告限制的平均值来去看 它是逐渐往上升 可是它到了105年 开始有回稳 有稍微下降 可以吗 这样可不可以知道我现在做的这件事情 因为其实它很像连续性分析 因为少了104年 所以我只能就是说给你们参考一下这个 这个104年 没有的话 我们就不太适合画折线图 连续性分析就是要用折线图 如果我想要去做预测 我也是要用折线图来去画 什么叫连续性分析 各位可以知道吗 例如说固定就1月1号变到1月2号 变到1月3号 这一定是连续 那请问你地段 地段有没有连续性 有吧 什么地段 段地段 就是一段过来是不是二段 过来是不是三段 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吗 假设一段一平10万 那二段 应该有先后算计 二段理论上应该是10万附近才对 但绝对不是这么一回事的 有些地段就是比较差一点 因为它的也许都是根本就不能住的地方 可以知道我现在在讲什么 就是你们的资料里面 你要去掌握到底我资料是连续性的资料 还是类别性的资料 连续性可以做连续性的分析 那类别性可以做类别性的分析 那这边有没有看到我做这几件事情 我再重复做一次好了 首先第一件事情是不是空白地方点一下 我想要去做的是各年各年的平均公告限值 看看它是不是有没有逐年上升的趋势 好 那所以点一下空白地方 我是不是可以点选这个群组直挑图 为什么选择群组直挑图 要知道原因 好 点选群组直挑图之后呢 我的X轴是什么 我通常都会先放X轴 X轴当就是我的什么 我的这个SourceName 来源档案名称 然后呢 我的Y轴就是放我的直咯 直就是公告限值 公告限值请用平均值 平均值 平均值 我觉得才比较合理 不然今年有明年没有 今年有公告限值的调整 明年没有公告限值的调整 这样子的话是不是就会产生 另外一种计算上的不公平 好 然后接下来记得 这个顺序的调整 就是点这个 更多 更多里面 排序 依照SourceName 然后是用递增的方式 递增 递增就是 100年 101年 102年 它就在比最前面的这个数字 因为你假设要分析这个资料的话 你是不是只有数值 来看数值 数值只有两个 那个段小段不是数值 段小段应该是什么 类别 那个是类别 其实我们可以去看一下 通常这可能是你们的功课 你们到底想要分析什么 或者是我们的 outcome是什么 这很重要 假设我想要知道说 例如说 公告限时 就是到了 105年 扬眉又下降回来了 就是 就是 我觉得104年还是成长 可是到了105年开始下降 好 请问这个 这跟蓝色执政 绿色执政的分析 是不是也可以做 有听懂吗 好 这跟 我只是 因为我不太了解这个部分 可是 我只是要请你们 自己来去思考一下 看你要怎么把这个资料 呈现出来 可以了解 因为其实杨梅的地价 杨梅的地价 我们家那边 莫名其妙的 有一个叫华谷DC 涨的乱七八糟的 然后我们就跟他说 其实他没有那个价格 可是我是站在买方 那卖方就觉得 我当时买22万也是真的 现在我不可能卖个什么18万17万一瓶 好 所以看你是站在买方立场还是卖方立场 那或者是你觉得公告限制 公告限制 他会不会随着经济好与不好 或者是股市热不热弱 来去影响 我想多多少少都有关系 所以来去做什么关联性分析 好 这样听懂 听懂吗 所以接下来我就要跟你们介绍 另外一个例子了 因为我实在举不出来那个地震 所以我就只能举另外一个例子 可以吗 我还是举 跟格热 跟格热的例子 让我们去了解一下 好了吗 请问一下 或者是你想不想去看一下 那个地震 跟平均温度 就是各年不是也会算出它的平均温度吗 是不是有关系 可以了解 有人就说什么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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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失业 景气不好跟口红的销售量是有关系的 为什么 就别人用大数据分析算出来的 我不知道为什么 反正就是算出来就是有意义的 好 那到底地价会 这个就是公告限值 或者是公告地价 它到底会跟什么是有关系的 跟温度有关 跟天气有关 跟经济有关 还是跟什么有关 那就我觉得都要去算一下 那请问一下 你会算那个 杨梅的平均公告限值 应该没问题吗 那你会不会算那个 近十年来平均温度 有听懂我的意思吗 近十年来平均温度 会不会算 会吧 画面就用一下 因为我要转到 我要讲到别的事了 请问一下 请问一下 我们刚刚 我们刚这边 是不是算出来 这个公告限值 是不是不断的 这样子逐步的上升 对不对 你画趋势线 我们也可以知道说 它就是 对不起 你看 这个是因为我用类别 我用长条图 长条图它是类别 所以它画不出来趋势线 什么才能画出趋势线 折线图 它才会有趋势线 它这边也不让我去画 它认为这个 这个不是连续的资料 好 可是你应该知道 它就是这样子趋势上升 趋势上升 那请问一下 你会做阳眉区的公告限值 公告限值的连续性分析 知道说我们的阳眉区的公告限值是逐步的上升 平均单价是逐步的上升 可以吗 那请问你会不会去找 会不会去做出来 台湾近十年来温度的变化 去哪里做 去哪里找资料 去哪里可以找到天气 找到平均温度的资料 开放资料 对 不然我不是白交了吗 开放资料 请问一下 公告限值跟婚姻结婚率有没有关系 那假设你的研究真的就是要研究这件事情 假设你的研究就是要研究这件事 没关系开放资料里面真的有结婚离婚 然后各线是结婚人数离婚人数 小朋友出生人数 这些全部都有 可以了解 像婚姻有看到吗 婚姻 好 那请问你会不会有天气 例如说平均温度 你就在这边输入天气 可以知道我现在说的意思 你要会懂得去运用 知道说我要怎么去算 可以吗 好 我就暂时介绍到这边 还有它有一个很棒的功能 它有一个很棒的功能 就是说 假如说今天我做两张图 我做两张图哦 然后我这张图 我可不可以放上去 哇 他把那个透明拿掉了 他以前是可以支持透明 现在不支持透明 我看看 他点点点这边 显示着 对 他把浮动 浮动拿掉了 好 那之前的版本有 之前版本有 就是你可以去做那个浮动 现在不行做这一次了 就是上下两张图 好 那不能做这一次也没有关系 我们来去观看一下 因为两张图 你就要想办法做关联就对了 那我们接下来呢 我们这个 淘 亚媒区的公告地价 就暂时算到这边 我先把储存起来 所以储存档案 我一样放在下载的 亚媒公告印象 存到 好 那这个档案我就要关掉了 然后接下来呢 我还是要请你们打开我上次的 上课的内容 我要继续来介绍 分群跟预测 因为这是很基本 一定要讲完的 所以我们上次 上次的档案你们还在吗 我把它放在这里 好 算了 我看 我是不是 我是放在成品观摩这边 因为成品观摩里面 这个档案非常的大 非常的大 里面还包含了地理资讯 地理资讯 所以它等一下画出来 很会 很容易就当掉 所以呢我觉得我们还是 请你们很单纯的 只要下载我的 范例 记得我的范例是不是叫做 这个超市范例 超市范例 把它下载下来 就放在下载里 就好了 可以吗 然后等一下 我要直接从 就是预测 预测 开始跟各位讲起 然后我要跟你们分享的预测 是指须市预测 然后再来去做移动平均预测 甚至分群都可以做预测 下载这个范例了 我们就开始来聚焦 什么叫做趋势预测 我们从趋势预测 讲到移动平均的预测 然后再介绍到分群 好 首先第一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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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不是要打开我们的POWERBI 然后接下来 打开POWERBI之后呢 我们是不是要就用我们的范例 取得资料 然后我给各位的范例是V字边 我放在下载里面 下载的超市范例 好 订单 然后 展入 这样我是不是就有了这个范例 这应该都还有印象哦 这只是我们又等于说重新开始来讲 谢谢各位刚刚有没有发现网络上我刚下载的阳霉 这些地震的资料都是CSB 好 那为什么不是放Excel的档案 CSB呢 CSB它的特色就是每一个项目跟项目之间它会多一个逗号 你觉得多一个逗号好不好 多一个逗号在那个文字类别 例如说像有些栏位是备注 备注就是别人会在里面打文字 打文字会不会不小心打到逗号 一定会啊 这个地方就很不好了 好 所以CSB 这个档案 这个档案就是有先天的缺陷 逗号 好 那逗号不好的话 那我们是不是想办法换成什么 空白 空白更不好 空白真的更不好 因为有时候我们连打数字都有可能不小心按到空白 好 所以不可以用逗号空白 那你觉得用什么会比较适合 那我们不能用逗号 不可以用空白 那我们可能还有像 例如说 反正就是在文字档里面 大家想不管用什么符号都有可能不小心按到 所以他们就又再开发出来一种格式叫做JSON JSON他有一个缺点 他最大缺点就是 那个档案量会比原本的大很多 好 甚至大到三分之二 反正很大就对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他把那个栏位名称 每一笔记录前面都放一个栏位名称 每一个项目 记录的项目内容 他前面就放栏位名称 哇 那等于说那个栏位名称重复一直出现 可以听懂我的意思 例如说某一个人的姓名 那王小明 那王小明前面他就出现姓名 好 另外有一个人的记录 他叫做李大鹏 然后李大鹏前面就会出现姓名 这样子的话是不是更也不好 可是目前来说 在我们储存资料档案格式 JSON 会优于CSV 我们会 不用去考量到那个 就是 会不会输入逗号这件事情 好 不过最好的方法是直接连到Web 这是最好的方法 好了 我们接下来要继续来看一下 什么叫趋势预测 好 画面就用一下 那趋势预测 趋势预测的话 我们是不是应该先 我们是不是应该先把那个一个趋势 趋势预测 如果要做趋势预测的话 我们是不是应该要连续性的资料 例如说 各年 例如我们现在预测一下好了 那个 2013年到2016年的销售资料 可不可以藉由这些资料来趋势预测 2017年的销售额 举例来说 我先画出来 2013年到2016年的那个 各年的销售 所以我是不是用订单日期的销售额 我这边是不是看到 它大概是长这个样子 它现在是不是长这个样子 那接下来呢 接下来我因为要用折现图的方式来去呈现 折现图 所以这边有几期 这边有几期呢 这边是不是有四期 这边应该有四期在这边 对不对 好 2013 2014 2015 2016 四期 2013在这边 2014 2015 2016 那可是我们会不会希望说它再多一点期数 例如说 好了 请问一下 这是不是只有四期 所以我们会预估 我们会预估2017年的销售额是多少 所以我们是不是用趋势线 分析里面是不是就有一个趋势线加入 所以这样子来去算的话 那2017年是不是在这边 所以2017年的销售额是不是在5.5个百万以上 看得出来吗 因为这边坐标者是不是看到5.5个百万 我还是要把这个这个Y轴稍微画清楚一点 方便方便大家来去看 这个是不是5.5个百万 那X轴一样 请问一下2013年在这边 2014年在这边 2015年在这边 2016年在这边 对不对 这是真实的数字 那请问我现在呢 我是不是要透过一条趋势线 趋势线做趋势预测 那2017年的趋势预测 2017年的趋势预测 这会是多少 你看一下 2016年已经到了5.49个百万 对吧 那2017年是不是在这边 所以对上去 这边是不是有一个趋势线 是不是画到这边 所以请问一下 是不是大概在这个点 2017年 2017年 是不是在大概 6.5个百万位置 看得懂吗 这边可不可以想象 这边有6个百万 6.5个百万 大概画出来 是不是在这个位置 这就是所谓的趋势预测 这大家都应该看得懂吧 这个是目前我们台湾现阶段 在用的方式 好 请问 请问 我现在是不是用销售额 跟时间的关系 可以去做趋势预测 哪几年不好 那你就要去看啊 这个点 这个点 在趋势线的上面 还是下面 这个点 在趋势线的上面 代表什么意思 这个点在趋势线的上面 代表好的意思 可以吗 那这个点 要是在这条趋势线的下面 这代表不好的意思 所以这边有两年不好 2014跟2015 可以理解吧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应该 我们说要写检讨 是不是 应该要2014年 我们要去看一看 这家公司 到底是什么产品 卖的不好 然后是什么客户 大客户 跑掉了 或者是说 什么 业务人员 该承担多少的责任 这是不是 应该要从这边 来去观看 但是不管怎么样 现在我们是不是 只有四期的资料 四期的资料 你现在能预测的 就是第五期 那你觉得 假设我现在 我讲 一二三四 那请问第五个数字 你猜 你一定会猜 五 对不对 那如果我今天跟你讲 一三 二 五 然后我再问你说 第五个数字是什么 就不知道该怎么讲了 对吧 所以 我觉得 四期的资料 不准 所以呢 我们在这边 我们是不是可以 增加 增加为什么 可不可以增加为 这个叫 G 这个连续性分析 是不是有G 第一季 2013年第一季 2013年第二季 2013年第三季 2014年第四季 2014年的第一季 依此类推 请问 这样子的预测 会不会比较准 这样子的预测 理论上是会比较准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到一件事情 它的误差变更大了 什么叫误差 就是我刚刚说 好 好 这是好嘛 对不对 所以 刚刚是不是讲 2013年 是不是好 可是我们现在看到更细的资料 2013年的第一季 不好 可是二三四季 好 对吧 你是不是可以看到更细的资料 这样可以了解 现在说的意思 这是趋势预测 这个在以色奥就应该要懂的观念 可是很少人去发挥它的精髓 或者是 或者是 反正就画完 就没事了 不是这样子 好了 请问 你可以不会画到这个地方 折线图 折线图 这是以色奥的基本功能 对不对 形象画出折线图 然后 我们看的是 就是 各 时间 连续时间 它的销售 销售 然后可以看到说 它的趋势 所以这个折线图 请你们先动手先去画 然后 这边它有一个很大的缺点 这个就是趋势分歧 最大的缺点是什么 最大的缺点就是它的 就是误差范围太大了 好 好 所以如果说你这样会看资料 你应该会发现 那个都是哪一季不好 对 对 都是第一季 这是不是值得我们来去探究原因 为什么都是第一季 就像我最近我的研究 我的研究 我发现一件事情 没有知识的 没有知识的 这个 就是族群 没有接受过 任何的国小国中的 那个知识的 学习教育的 叫无知识者 然后呢 然后 得到脑中风 它的预后很不好 而且几乎都是 女生多于男生 女生多很多 好 后来 你去看 为什么呢 因为 脑中风 通常是年纪很 比较大 比如说六七十岁 七十多岁 才会得 这时候我就会回推 你想在民国大概二十年的时候 那个 女生受教育的可能性 是不是远低于男生 可以了解吗 就是 当我们在做一个资料分析的时候 它其实都是一个背后的意义 那个时代的 历史是这个样子 只是这样子而已 没有什么特殊的 反正以为说 好奇怪 为什么没有接受教育的人 预后会不好 原来是 因为那个年代的关系 所以我们看到 南里的差别 就是一个现象 好了 那我们接下来 你觉得从四期来看 跟十六期来看 十六期有没有比较转 十六期 十六期的趋势分析 我们可以看到很大的 很多的这个 好 来画面就用一下 你应该看到好多的差异 真的呼吁朋友啊 就是说 在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看到 都是第一季表现不好 都是第一季表现不好 二三四季 基本上都不错 二三四季 是不是都很接近这条线 甚至高过于这条线 所以这就代表不错啊 好了 那既然公司有这样子一个情形 那是不是跟那个蚊子 好像有点关系 可以了解 我不知道各位 会不会这样子来去思考 那重点 重点是 当我们今天看到这件事情的时候 那个 是不是我们就是 多培养一点蚊子 让冬天 让这边很冷的时候也很多蚊子 好 不过我只是开玩笑的这样子讲 但是你要知道趋势预测 就是在做这件事 趋势预测 好 这样子的预测 它的最大缺点 是不是就是因为误差很大 那有没有比它更好的方式呢 有 有 我们叫做什么分析 在这边分析 有一个叫做趋势预测 这个趋势预测呢 它所用的方法就不是趋势线 它用的是另外一种方法 所以点选这个趋势预测 加入 你有没有发现到一件事 趋势线就是一条线 了不起你说你用什么 逻辑思 逻辑思回归 或者是 log log regression 不是直线 是一个曲线 曲线 好 甚至你用什么 用那个多项式 以色列里面不是有很多种回归吗 对吧 好 可是我们现在觉得说 这种都不好 这种 它现在用的这个方式比较好 我现在只点了加入 我现在只点了加入 你有没有看到一件事情 就是说 这个趋势预测 趋势预测 它是不是画出来变成这样子 好 那因为说 这条线 这条黑色线 就是什么 就是预测线 预测的点 然后连结在一起 因为我们一定是做连续性分析 所以它就把这些线都画起来 那这是代表什么 2017年的第一季 你看是不是有下降 然后第二季 第三季 第四季 有看到吗 二三四 那第三季呢 第三季有下降一点 但是呢 一定比第一季来得高 好 2017年的这个地方 第一季 2017年第二季 2017年第三季 2017年的第四季 其实你有没有发现 它的趋势是一样的 是一样的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 它这样子算出来 你觉得会不会 反正它不是一条斜线 就对了 它不是一条斜线 它有没有稍微调整 有吧 所以你只是做了一件事 这边分析 分析里面是不是叫做什么 叫做趋势预测 趋势预测 分析里面的趋势预测 然后点一下加入 可是你要看懂这个图 做法很简单 可是你要看懂这个图 这个图 这个图是什么意思 我真的有逐渐上升 可是它是成锯齿状的上升 然后灰色的地方就是95线 那区间 就是它统计都会过的地方 好 那在这个地方 请问你觉得 我预测一期比较准 还是预测三期比较准 还是预测十期比较准 我觉得预测三期 四期好了 因为这边是一季嘛 一季为单位 那我就预测四期 所以这边有一个预测的长度 改成四 然后点选套用 这样是不是就四期了 看得出来吗 请问这条趋势线 是不是还是在这个范围 但是 但是 它的变化我相信 会比较接近真实 再来 再来 我现在 我现在刻意的把 刚刚是不是有教过这个预测 我不要一次预测十期 我预测几期呢 我预测四期就好了 那我们把最后 最后 这两个点 最后这四个点 这四个点 我们略过好不好 因为我想要给你去做一个 要比较就是 预测跟真实它的差距 所以我先略过最后四期 最后四个点 靠用 看得懂 我现在在做什么事情吗 您觉得他准不准 许先生 许命准 您觉得他准不准 你觉得 你觉得趋势线 这种趋势预测比较准 还是他现在这一种 这一种移动平均的趋势预测比较准 你觉得哪一个比较准 你看一下 这边是不是2015年第四季 因为我已经忽略了最后四季 对不对 我刚刚这边是不是略过最后四季 就是2016年我全部 全部先不看 其实真实的就是绿色线 你有没有发现 2016年 它预测出来的第一季 你看点竟然是 touch到一模一样的位置 帅不帅 有听懂吗 有没有听懂这件事情 非常接近 我不相信一定会百分之百 但是百分之九十 哇 那你已经觉得 你已经要觉得 哇 真是三生有幸了 请问 请问一下 如果你用趋势线来去看 他这边是不是 从这个点到这个点之间 他是不是错估 他等于说高估了 对吧 如果你是要拿趋势线来去画 这边是不是高估了一堆 高估了多少 这边已经到了 这边已经到了 我应该把折线图 这个折线图的折线画出来 折线在哪里 上次有同学 折线在图案里 折线在图案里 就是说 这个是不是趋势线 告诉我们的数值 这个数值是1.3个百万 可是跟实际0.91个百万 落差了多少 0.3个百万 那你会说 没关系啊 就是库存 多囤积30万 0.3个百万 就是多囤积30万 如果你是老板 你会希望说 30万是拿去外面做灵活运用 还是当做库存 当然是希望拿到外面去运用 而不希望是放在仓库里面 还占位置 你要付房租 可以听懂 可是如果你现在用这个趋势预测 它是用移动平均 它是会帮你算出来非常精准 你有看到趋势预测91万 有看到91万 可以吗 跟这个实际发生的91万 是非常接近 有差 有差 差到那个千位 差到千位 不可能一模一样 差到千位 我觉得就已经很不错了 有听懂吗 那请问一下 这一期有看到吗 这一期有看到吗 第二期哦 预测 预测 二零一六年的第二期 第二季 第二季呢 在这个地方 请问你是不是就是这个趋势线的预测比较准 对吧 然后这个趋势预测算出来它是不是更低估了 对吧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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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因为前三年 你应该要去看一下 前三年的第二季 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有听懂 有听懂吗 我觉得这样比较才是比较公平客观的 因为我们给的资料量不够 你就不可能让它做到更精准的预测 你只要给它十期的资料 我们连统计 我们都要求至少要大样 至少要一个样本数 大数 三十对吧 那你现在有没有到三十期 没有 四四十六还扣掉一年 那四个期 可以听得懂 好 所以在这边 这边确实是比较不准的 这边也是比较不准的 可是第四期 有没有看到相对是比较准的 对不起 也是不准的 好 也许你会说这样子的话 这个趋势分析不准 可是你要记住一件事情 当你前面给的资讯不够多的时候 它的预测会不精准 等一下我们还要再继续看 因为这是从记得角度来去看 能不能用黏的角度来去看 当然可以 那就再点下去了 然后请你们来去做比较分析 这个最后这四个点 最后这四个点 最后这四个点 知道吗 这边 这边有看到 倒数 就是预测的第一个点 是不是很接近 对吧 第二个点 谁比较接近 第二个点 第二个点 是趋势预测 不是趋势线哦 是趋势预测 比较接近 第三个点 谁比较接近 趋势 趋势线 趋势线 趋势线比较接近 第四个点 第四个点呢 也是趋势线 比较接近 对不起 是趋势预测 比较接近 可以吗 没有听懂我的意思 当你给的资料讯息够多的时候 它的移动平均 绝对会做得更好 不然那些玩股票 为什么看什么 他们只参考日K线 他为什么看 三日移动平均线 五日移动平均线 就是这个原因啊 你想赚钱的话 那就这边好好的听 你只是按了一个按钮而已 叫做趋势预测 请问一下 你觉得这重不重要 这很重要 如果说你今天你预测错误了 你可能会团放一堆的库存 对吧 请你们参考一下 来 就只有点趋势预测而已 但是要听懂 然后应用在你的工作上 我觉得这才是 最重要的 这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 谢谢观看